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介细词第六种说法的第四种 强调的时候一个是动词加名词 接着会加一个to的介细词 的这些名词到底有哪些 那这些东西其实最主要的是最原始的部分是想分辨 到底to后面是加原型 还是to后面是加动名词的这种想法 整个延伸过来的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单纯讲介细词 它到底是用to这个字 它到底是用来做所谓的介细词 还是用来做所谓的不定词 这个部分的话要分野的部分的话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所以说各位知道大多数很多动词 它在接这些名词的部分 它后面就会加一个to 那接着部分会加一个名词 那分别有右手边这列举的这些 像什么像insult或者像value 或者important或者news 或者home或者time或者justice 基本上来讲就dojustice to什么东西 基本上来讲这些动词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它的介绍这部分是用to 那后面还必须要加一个名词 来作为连用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英语思维大突破 这本书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